十四年抗日战争,中国到底击杀了多少日本鬼子,真实数据让人意外。 碧血千秋念国殇捐区抗战扫扶桑凤山国种师,游在寄予东营墨见望,碧天乡评调藤冲国殇墓园,国殇十四年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,最惨重的战争二战的爆发,以到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为首,揭开了历史序章充满了血腥,屠杀一面整个华夏,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 在全世界同仇敌开的联盟下,以最惨重的代价赢得了胜利终结了战争,但是回望国土遍体鳞伤四目,以往唯一能看到的是,无家可归,流离失所,横尸遍野,代价惨重但中得胜利,而胜利过后,我们想要太多究竟那么抗日,战争期间我们到底消灭了多少日本鬼子呢? 这其实已经不能用数据来看究竟了,因为当时的历史与社会条件,我们没能在战争综合战胜后,做一份详细的记录。 即使有书面记录也并不能肯定就是事实所料,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和英心在八年抗战,中公部的数字则为48万,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,55万而这两项数据,至今为止,都会受到很多质疑, 比如社科医院的刘大年教授,就根据多方面的数据,统计出日军在中国伤亡人数达到了一百万众之多,可这对于日本方面又有了质疑,比如台儿庄战役中,李宗仁公布的数字,是至少击毙了日军一万两千人之多,而日本方面则是极力否认,声称,只是击毙了两千多六倍的差距, 这不能排除国军对于战国的夸大指说,但纵然夸大日本方面公布的数据业绩有可疑之处。